苹果公司Apple要把供应链扩大到东南亚 但却没有大马的份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为了减低对中国的依赖 如今是积极在东南亚布局 苹果总执行长库克在这个星期 行程都集中在东南亚 先是去了趟越南许下承诺 会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投资额 今天还给新加坡送上了一份12亿令吉的大礼 就连原本没有任何苹果厂房的印尼 也很有机会分到一杯羹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昨天拜访印尼跟总统佐科威会面 探讨苹果在印尼设厂扎根的投资计划 更毫不掩饰他对印尼的喜欢 虽然苹果至今没有在印尼设厂 不过已经建立了三所开发应用程序的学院 第四家紧接而至 库克也特别到访其中一所开发者学院跟学生见面 印尼政府也大力向库克招手 希望苹果公司选择在印尼设厂生产苹果产品 而刚刚库克在片段中的那一番话 显然是给了印尼一个正面的讯号 就在前一天 库克也访问了越南 并宣布增加苹果在越南的投资 根据统计从2019年开始算起 苹果公司通过供应链伙伴在越南的累积投资 已经超过400兆越南盾 大约马币700亿 并且投资速度也在加快中 库克的这趟东南亚之旅 第三站来到了新加坡 科普一下位于红帽桥的苹果工厂 在1981年建成 是苹果当时在美国外 也是在全球的第二家工厂 库克在今天拜访新加坡后 苹果直接宣布狂砸12亿令吉 扩大他们在新加坡的厂房 为人工智能和其他关键功能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苹果科技如日中天 是每个国家都想抓住的合作伙伴 尽管我们的首相大人安华 在上任之后 在招商引资的路上卖力招手 外国媒体近期也吹捧大马 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佼佼者 但偏偏这条 在东南亚不断扩大的苹果链 却和马来西亚插肩而过 是缘分未到还是惊喜在后头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关注热点Hospot 为你带来更多国内外大小事